据每日邮报报道 近日特朗普在内华达州举办集会发表演说 而这一决定受到了众多批评 因为他公然违反了内华达州 为遏制新冠病毒传播 而制定的集会人数不得超过50人的规定 据悉此次集会在X-DREAM的一家制造厂举行 报道中称 一排又一排的特朗普支持者 聚集在X-DREAM的仓库里 有些是带着小孩的父母 还有很多似乎是老年人 这无疑又增加了风险 而在这容纳了几千人的狭小空间中 保持社交距离自然是不可能 戴口罩的人也少之又少 面对数千人的支持者 特朗普依旧像走程序一般 将自己看不顺眼的人骂了个遍 在其长达68分钟的演讲中 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对之前内华达州州长反对他举办集会一事 进行了满目讲理的批评 据了解 在集会开始之前 内华达州州长西索拉克就抨击了举行集会的决定 他说今晚唐纳德特朗普总统 采取了独莽和自私的行动 让内华达州无数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总统似乎忘记了这个国家仍处于一场疫情之中 西索拉克还强调称 作为州长 他与公共卫生和传染病专家一起制定了紧急指令 以保护公众健康 让经济回到正轨 这意味着要限制聚会的规模 戴上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而这一切都因为总统而毁于一旦 西索拉克还直接斥责特朗普做出了可耻的 危险的和不负责任的举动 就是这样一番话 让特朗普耿耿于怀 他先是在集会现场 把那位民主党州长称为黑客 并对欢呼的人群说 告诉你们的州长 开放你们的州 还重申了他未经证实的言论 即民主党州长们关闭自己的州 只是为了影响11月的大选 他们试图操纵选举 让拜登获胜 狠话也放了 难听话也说尽了 该过的嘴瘾是过了 但是本次集会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 不知道特朗普究竟想过没 据悉 在本次集会举行之前 今年6月 在凯尔萨也举办过类似的集会 不过那次活动导致8名竞选工作人员 和两名特勤局特工 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 为了安全起见 所有参与6月20日 塔尔萨集会的竞选工作人员 都被隔离 与两名检测呈阳性的特工 有过接触的 几名特勤局特工也被隔离 根据报道 在此次的集会现场 不仅有年轻人 还有老人和孩子 在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的情况下 特朗普就把自己的支持者们召集起来 无疑相当于 亲自把他们置于危险之中